在PART柱里面,我们主要针对可乘式控制器在它的一个系统的架构的一个状况来做个说明 可乘式控制器的定义 可能式控制器简称为PC或PLC,那为了为了跟个人电脑有所区别,多以PLC来称呼它 那有些人会把它称之为顺序控制器,sequence controller 那顺序控制它讲求的是一个先后顺序的一个过程 那这些定位或者是物理的一个量测是有外部的一些装置 譬如说一些光电的感测器,境界开关来决定 也就是说它在做一个控制的时候,它去接收外界的这些感测器的一个讯息 接收进来之后,再来丢给可乘式控制器 那可乘式控制器做一些逻辑判断再来决定说要叫什么东西来做一个输出 那它是具有一个先后次序的一个过程 可乘式控制器的一个定义 它的一开始的一个发展缘由 是来改善传统机电器回路线路复杂的一个缺点 并且来改善动作流程不易修改的一个缺点 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传统机电器回路里面 你如果要来更改它的一个回路的一个动作顺序 你很可能必须要加入一些新的一些元件进来 那当你加入一些新的元件进来之后 你整个回路都必须要重新再设计过 那PLC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开始的时候 就是主要来针对这几个不容易修改的一个缺点 来做一个改进 所以美国电工制造协会来针对PLC的部分 可乘式控制器的部分来做一个定义 他提到了可乘式控制器是一种数位操作的一个电子设备 那各位要留意一下这是它是一个数位操作的电子设备 也就是说它能够接收跟传递的一个讯息是一个零跟一的一个数位讯号 它具有可乘式的一个记忆体 它里面有一个memory在里面 它能够储存规划的好的一个指令 那这程式指令的话是由操作员程式设计者来做一个编辑 那编辑好之后 然后来执行逻辑顺序计时技术与算术等控制动作 或者是程序的一个特定功能出来 可能是控制器它的优点 配线少体积小减少硬体的一个装置 程式设计修改容易顺序控制的弹性大 也就是说你只要更改你的程式 那外部的配线不需要更改 你就可以更改它的一个顺序控制的一个流程 程式设计以及装配时间短维修容易 因为我只要注意到它的一个Io的配线的状况 配置好之后就不需要再修改 可靠性高适用于工厂恶劣的一个环境 它具有扩充性 我可以来扩充一些Io的模组 网络的模组 通讯的模组 控制的程式提升 可以与网络电脑做一个连线控制 具有高速处理 运算通讯的能力 可进行远端控制 也就是说假设我的机台 迈到西伯利亚去 那这时候我要来监控我的机台 那我就可以直接从这边 透过一个IP的一个模组 那我就可以直接连线到那边 去做一个远端的一个控制 或者是做一些程式的一些修改都可以 资料处理的速度快 减错的时间短 那各位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 PLC的部分它是具有蛮多的一个优点 可能是控制器它的一个系统架构 可能是控制器它的系统架构 包括第一个项目的话 是维处理机单元 CPU的一个单元 它主要要来做一些逻辑上的一些运算 那记忆体单元包括了ROM跟RAM的一个部分 那我可以把程式规划好的一个程式指令 放在这个地方 那需要去做一些互相传递讯息的一个功能 跟CPU之间来做一个互相传递的一个 讯息的一个功能出来 那另外包括了输入单元跟输出单元的部分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IO的一个部分 那它来跟外界之间来传递一些数位的一些讯息 PLC输入扩充模组跟电源的部分 简单的部分的话 PLC小型系统上面的话 它包括了CPU的部分 包括了输入单元输出单元 那如果说你的IO点数不够多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就再扩充一些IO的一个模组进来 那大型系统里面的话 除了扩充一些IO模组进来之外 它也可以扩充一些特殊模组 譬如说像网路单元 或者是这些通讯模组的一些单元进来 那它所使用的一个电源的话 它是吃交流电的 也就是AC85伏特到264伏特 那频率的话是50或60Hz都可以 它接线进来的话 利用一个电线 比较粗的电线是2mm平方的电线 从LN的端子进来 那PLC它的CPU在处理这些运算的过程 它的一个演算控制的方法是一个网复式的来维扫描 也就是说它从程式的一开始一直扫描到END的一个出现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IO控制方法是执行到END的一个再生的一个方法 那输入点的一个编号是用X来做一个编号 它是属于一个8进位的一个PLC 所以它是编号的话是X0到7 那它首先把这些资料把它丢进来到输入的一个缓冲记忆体里面 再把它丢到CPU里面 那CPU里面的话有我们预先规划好的一个阶梯图或T型图 那这些T型图的话开始去做一个扫描 那并决定说要叫什么东西来做一个输出 那扫描时间的一个长短会根据你的所使用的一个程式的长短来做个决定 它在扫描完毕之后 它来决定说我到底要叫什么东西来做一个输出 它首先把这些输出先把它丢到各个元件的缓冲记忆体里面 再把它丢到输出的缓冲记忆体里面 那在下一个扫描周期的时候再一起把它丢到输出端 那输出端的一个编号的话我们是利用Y Y0到Y7来做一个编号 那我们常使用的一个小型系统 是使用30FS2N的一个机型 那它的主机的一个型号的话是FS2N 然后接下来一个代号的话是代表输入输出的一个点数 那它的输入输入点数的话是各一半 那M的话是代表主机 那最后一个代号的话是代表输出的方法 R的话是代表继电器的一个输出 它是有C商的接点 在AC电DC电它都可以来使用 那S的话是SSR杂流体的一个输出 它是没有接点的专用在AC电上面 那电音体的输出的话 T的话代表电音体的输出 它是没有接点的专用在DC电上面 那输入输出的一个编码的方法 输入点是X 输出点是Y 那它是用8进位的方法来做个编码 所以它的编号的方法的话是X0到S7 X10到S7 Y0到Y7 Y10到Y17 它的一个内部的元件跟编号的方法 首先我们看到运算处理的速度 它每应用一个基本指令 它会耗费掉0.08个Microsecond 那应用指令的部分的话会耗掉比较多的时间 那输出输出的总点数的话 最多能够有256个点的一个输出 那指令的部分包括了27个基本指令 那包括了两个步进阶梯指令 那有128个应用指令 那内部辅出经验器我们代号用M来表示 那计时器用T来表示 那计数器的话用C来表示 在资料生存器的部分的话 它的代号是D 里面主要放的是一些数值的一些资料在里面 那不经典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用代号S来表示 这个在我们在做顺序功能的部分的话 不经典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那在操纵回路的部分的话 包括了一个MC、MCR的一个使用 那我们会使用操纵回路 会用代号用N来表示 那常数的部分把它分为 10进尾的常数K跟16进尾的常数H 那指标的部分的话 包括了Jump或者是Call的一个目的地 我必须用P的这个指标 或者是利用一个外部中段的一个指令 用I来表示 那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的话 主要来针对系统的一个 内部系统的一个架构的一个状况 以及它的一个IO的一个处理方法 那以及它的一个系统内部的一个 整体的硬体架构的一个部分 来做个介绍 希望同学在这样的一个介绍之后 能够有一些收获 谢谢